好 同学们 那么这一小节开始 咱们要讲解的是公共操作当中 运算符里面的这个称号 那称号的话呢 在咱们Python编程语言当中啊 指代的是复制的意思 那支持的容器类型呢 分别是字符串 列表和圆组 是不是和我们的加号合并运算符 支持容器类型是一样的 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啊 复制这个词 那同学们 对于复制这个词 同学们肯定能理解 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字符串是A 如果把它乘以了10 是不是就是复制出来10份 那这样的话 最终形成的一个字符串 是不是就是10个A 对不对 这就是复制这一词 它的一个含义 那接下来啊 对于复制这个词 咱们就不做过多的解释了 同学们跟着老师一块啊 咱们回到Python当中来 咱们做一个实验啊 打开Python 在Python里面啊 老师在一个文件里面呢 准备了字符串 列表和圆组 这三种类型的数据 那接下来啊 咱们就用刚才所说的这个乘号 咱们取它的这个复制的 这么一个作用啊 咱们来做一个测试 那接下来比如说 咱们这样写啊 STR1 如果乘乘以几呢 比如说咱们少乘一点啊 乘以5 咱们来看一下 STR1是不是一个字符串A 那这时候乘以5 是不是就形成一个字符串 是5个A 那么在此时此刻的情况 我们把它print 做一个打印 做一个输出 再右键转一下 咱们来看 是不是就出来了一个字符串 是5个A 对不对 这就是字符串 做复制 当然啊 有了这个复制以后啊 比如说老师举一个 这个很好玩的一个例子啊 腿们 老师想要干什么呢 打印 打印啊 老师要打印 打印什么呢 10个中横杠 这个时候 腿们啊 腿们想想 老师还需不需要这样做 1234567890 还需不需要数着做 哎 是不是就不需要了 腿们 老师可以怎么做啊 哎 咱们是不是可以这么来 print 打印 打印什么呢 一个杠 是不是轻而易举的就能数出来 要10个 哪怕你要100个 乘以几 是不是就可以了 在此时此刻的情况 我们来右键软 是不是将会出现10个中横杠 要多少个乘以多少个 是不是就OK了 对吧 哎 这样就非常方便了 好 那接下来啊 我们字符串 做过复制运算之后 咱们把列表原组 分别做一个 乘号 复制运算 那接下来啊 咱们来一个list1 是不是乘 乘以几呢 比如说还是乘以5 那么现在啊 咱们再去来一个print 做一个打印啊 做一个打印 那么我们右键软 咱们来看 hello hello 是不是就返回了一个 新的列表 列表里面 是5个hello数据 因为我们乘以5嘛 对不对 还是把list1 复制了5份 那然后啊 我们再去print 打印谁呢 te 然后也是 比如说乘一个5 那么接下来 在此时此刻的情况下 咱们右键软 咱们来看啊 是不是返回了一个 新的原组 这个原组里面 是不是原有te word这个数据 复制出来了5份 对不对 哎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 乘号 复制运算 好 那接下来啊 我们的测试啊 已经测试完了 代码写完了 同学们跟着老师一块 回到笔记当中 咱们做一个回顾啊 打开笔记 笔记里面说了 乘号 作用是复制 支持的数据类型 是不是字不串 列表原组都是支持的 言外之也就是说 字典 知不支持 乘号 复制运算呢 哎 是不是不支持的 对不对 这里边需要同学们 去额外记忆一下啊 加号和乘号 都只支持字不串 列表和原组 这里边同学们要切记 不支持字典操作啊 好了 那么我们的支持点啊 将近完成了 咱们把视频 稍微暂停一下啊 咱们把视频